第七十八章 熟悉的气息 李灵素眼睛一亮 兴奋地搓搓手 杨兄有何妙计 在红颜知己这方面 李灵素暂时是绝望了 如花似玉的皇室公主不说 单凭大奉第一美人和仁宗道首落玉衡 就能让她甘拜下风 现在听说杨千焕想处理压许其安的办法 圣子还是很高兴的 杨千焕端起茶杯 掀开帷帽一角 楚彩微和李灵素猛地倾斜身子 试图偷看她的真容 杨千焕默默放下茶杯 不喝了 嗨嗨 圣子清了清嗓子 杨兄你继续 她和楚彩微一脸遗憾 边上三姑娘脸色茫然 看不懂李灵素和黄群姑娘的操作 杨千焕背对众人 说道 其实 许其安的所作所为 只是杨明一时罢了 我辈之人 计较的是千古名声 而非一时生育 儒家的人虽然讨厌 但他们有句话说得很好 君子当立德 立功 立言 此为三不朽 我何必要与许您验证一时之快 我要成为刘方百事 载入史册的人物 说到这里 杨千焕语气热切起来 道 李兄 如今中原大乱 云州叛军凶猛 各处也有流民皆干而起 这段乱世 必被写进史书里 若我在此乱世中 聚拢流民 逐鹿中原 最后平定叛乱 还中原一个朗朗乾坤 还朝廷一个太平盛世 我扬千焕之名 必将压过那狗贼许其安 好叫屡屡夺我机缘的许宁燕之道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你要能平定叛乱 你为何不直接当皇帝呢 到时候别说许其安 就算你的奸政老师 也没你风光啊 李林素满肚子的槽点 赵素素听到这里 大概明白了 这位四天剑的杨师兄 与许淫罗有戏 似乎是曾被许淫罗夺了机缘 所以杨师兄要报复 但听着有些奇怪 既要报复 不应该是对付许淫罗吗 可听起来 竟然是要比许淫罗更出人头地 更扬名立万 这算哪门子的报复 赵素素看向两位姐妹 发现他们眼里有着同样的困惑 倘若能打出威名 成为一只骁勇之师 杨师兄确实可以载入史书 流芳百世 尽管疑惑 但不妨碍赵素素笑着附和一句 他说的是实话 自古以来 那些城市者 不管最后是折戟沉沙 还是成就大业 都能在史书上留下一笔 啪啪啪 除采薇用力鼓掌 为自家师兄的聪明探服 李灵素略作犹豫 道 杨兄此计是没问题的 英雄趁乱而起 以杨兄的修为和手段 想名流轻时也不难 杨千焕听着众人的认同 心里愈发自信 为自己的机智喝彩 不过 想押许其安 就有点 李灵素微微摇头 杨兄 你可能还不知道 杨千焕心里一沉 知道什么 李灵素道 许其安与南腰联手 将佛门赶出十万大山 南腰复国 万腰国重现 这是一件足以在史书上 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诗迹 另外 他以一己之力 改变了九州局势 挽回了中原的颓势 更是一件事 注定名垂青史的壮举 杨兄想压制他 实在是难如登天呀 说完 他发现杨千焕 竟然而坐 安静得像是一个160斤的孩子 赵素素三人没有说话 一脸沉痛 因为就算是刚认识的他们 也能感受到 这位杨师兄的悲伤 逆流成河 残倒 山谷中 瘴气弥漫 阳光照不透 海风吹不散 幽冥残是一种极为厉害的一兽 他吐出了蚕丝 甚至能缠住超凡境的武夫 且有剧毒 许其安牵着穆南枝的手 小心翼翼地走到谷边 俯瞰着幽暗的深谷 什么残能吃超凡啊 我觉得你在湖州 但我没有证据 穆南枝撇撇嘴 抱着小白胡 垫着脚尖 朝深谷眺望 他嘴上说不信 表情却很小心翼翼 许其安在他翘臀 用力拍了一巴掌 拍了他一个猎切 险些掉入深谷 许宁燕 我跟你拼了 穆南枝吓得脸色发白 把白鸡一丢 带着哭腔 张牙舞爪的要和他拼命 要不要躲进浮屠宝塔 许其安昂着头 不让他抓自己的脸 笑眯眯地问 穆南枝发了一顿脾气 闻言 有些想凑热闹 又有些害怕 见机不妙 我会把你收进塔里的 那 好吧 许其安揽住花神的小妖 跃入谷中 蕴含剧毒的胀气扑面而来 却无法对两人造成丝毫影响 许其安一路走来 吸了太多的毒气 已经未保毒骨 现在甚至有些遗憾 因为谷中的毒气 比外面的更猛更杂 白鸡两只爪子 用力捂着粉 嫩的鼻子 尽管他体内被植入毒骨的子骨 子骨会替他吸收毒素 咔嚓 两人缓缓降落 脚下传来清脆的声响 那是几节枯骨 许其安四下环顾 古地呈深黑色 惨白的枯骨遍地都是 像是垃圾一样 被随意丢弃 大部分是鸟类和鱼类 少量的动物 人类的骨头几乎看不见 此地位处南疆领海 而南疆原本是妖族的底盘 不会有人类渔船航行到此 哪有幽名残 木南枝转头顾盼 四周静悄悄的 鬼影都没有 许其安耳朵微微一动 笑道 来了 他听见了蠕动声 密集的蠕动声 额颈 前方浓雾般的胀气 呼得抖动起来 一道黑光从浓雾身处击射而来 噗 许其安拉着木南枝后退 那团黑光嵌入他们原本所站的位置 是一团带着黑色粘液的蚕丝 蚕丝成淡灰色 年份不够 许其安瞅了一眼 便知这不是自己要找的幽名蚕丝 他深吸一口气 两腮鼓起 用力一吹 深谷中的胀气 顿时被吹散 吹出一片短暂的乾坤朗朗 远处的胀气 鸟鸟挪挪地漂浮过来 填补空缺 趁着视野清明 许其安和木南枝看清了前方的敌人 那是十几只半人半残的怪物 他们肤色灰黑 上半身是人 下半身是肥胖的残身 有男有女 都没穿衣服 面孔与人类相差不大 就是眼睛宛如黑宝石 没有眼白 且两颗小尖牙外秃 但论五官的话 竟是男俊女俏 颜值非常不错 好浑厚的气血 这是吊到家门口来的美味呀 嘎嘎 我要吃她的脏腑 脏腑最是美味 咦 她身边的雌性 竟莫名地诱人 吃 吃 吃了他们 哈哈 我更喜欢看他们 瑟瑟发抖地求饶 幽冥残闷肆意交谈 审视着自投罗网的两个猎物 至于白鸡 体型太小 被无视了 当然他们的声音 在许其安和穆南枝听来 就是一阵阵无意义的思鸣 我以为幽冥残是残形态 没想到是人手残身 他们拉完屎 能转身擦到屁股吗 实力虽然不错 但连超凡都不是 背后一定还有更强的存在 许其安病指如剑 敲了敲眉心 金漆旋即亮起 迅速游走 染遍全身 吃 脑后火环炸开 灼热的高温蒸腾瘴气 超凡 是超凡 前头的一只幽冥残尖叫一声 扭头就跑 其余幽冥残坐鸟受散 逃入幽谷深处 这就逃走了 木南枝眨掰下毛子 有些失望 这和你说的完全不一样嘛 又捉弄我 惦记着刚才吓唬她的事 气呼呼地又踢许其安一脚 别急嘛 放走小的 自然会引来大的 许其安笑道 说着 她刻意外放超凡净的气息 火环熊熊 灼热的高温 把谷地蒸得开裂 木南枝仅仅是觉得有些热 对超凡武夫的威压毫无反应 反倒是白姬已经瑟瑟发抖 像是安蠢缩在她怀里 大概实习后 木南枝感受到脚下传来震感 接着远处响起巨石滚落的动静 仿佛山崩 而在许其安的感知里 一股强横可怕的气息 从地底钻出 朝这边而来 浓雾离合 一尊巨大的轮廓凸显出来 渐渐地 轮廓清晰起来 出现在两人眼前的 是一只巨大的怪物 她上半身是个皮肤松弛的老妇人形象 下半身肥胖臃肿的残身 与之前出现过的灰色幽冥残不同 这只巨残的肤色 如同最深沉的叶色 相比起这只幽冥残 许其安和木南枝渺小如蝼蚁 你是谁 幽冥残口中吐出古怪的阴结 审视着许其安 在她眼里 许其安除非了气血旺盛 气机深不可测 体内还有一股熟悉的气息 那双黑色如宝石的双眼 盯着许其安看了许久 脸色突然凝重 是骨 这只幽冥残是超凡净 比寻常三品要强 没到二品的样子 她说的是什么语言 听起来不像是无意义的嘶吼 许其安知道 这就是九尾天湖口中的 真正的幽冥残 能吃超凡净生灵的幽冥残 想杀她不容易 得先把白鸡和木楠枝 收入浮屠宝塔中 不过 这种异兽有什么手段还不知道 位格又高 贸然出手 可能会阴沟里翻船 许其安边想着 边寄出浮屠宝塔 你是骨 来这里做什么 当年你们神魔之间的事 与我们这些血液合肝 幽冥残大声质问 见到这个人形生物 寄出一座发光的宝塔 它立刻供起身子 小腹膨胀 像是孕育着什么东西 双方剑拔弩张 就在此时 木楠枝怀里的白鸡小声道 他说的是神魔语 神魔语 许其安依旧叙事待发 问道 你怎么知道 白鸡说 我当然知道 我也会说神魔语 别说许其安 木楠枝都大吃一惊 白鸡在她的印象里 是个整天酷唧唧的狐狸仔子 娘娘会什么语呀 我刚出生的时候 跟着她学过的 其他姐姐都没学会 就我学会了 白鸡昂着脑袋 瞧把你给得意的 许其安想了想 道 那你跟她说 我是来求残私的 用什么换 如果能用交易的方式 得到幽冥残私 那自然好过浴血厮杀 白鸡闻言 点点头 伸长脖子 尖着嗓子 朝幽冥残 发出一串奇怪的音节 那叙事待发 仿佛随时都会攻击的幽冥残 听见熟悉的什么语 先是一愣 耐心听完后 沉默一下 道 只是要残私 小狐狸 你先让她回答我 她和谷是什么关系 白鸡翻译了幽冥残的话 你告诉她 我只是得到了谷的力量 许七安道 听完小白胡的翻译后 幽冥残没有犹豫 提出条件 我要你的精血 不用太多 三滴就可以 显然 她也知道许七安的强大 认为如果能用交换的方式 得到需要的东西 那完全没必要动手 幽冥残腹部骨胀如球 一点点往上移动 通过胸腔 咽喉 最后猛地喷出来 扑扑扑 一道道纯黑纤细的丝线 漫天抛洒 落在谷中 粘在石壁 散发着刺鼻的毒气 吐完丝 她轻微气喘 消耗不小 不过这并不影响战力 随意不害怕这个人族 出而反而 幽冥残丝 色漆黑 性剧毒 坚韧无比 能通幽冥 迎接鬼魂 许七安脑海里 闪过幽冥残丝的相关记载 这来自四天剑的材料学秘籍 许七安张开手掌 掌心鼓起一团气悬 牵引着幽冥残丝飞起 纳入掌心 她把残丝收入地书碎片 接着履行承诺 从地书里照出郑国剑 划开手腕 逼出三滴金灿灿的金刚神血 郑国剑出现的刹那 幽冥残下意识地瞇了瞇一眼 庆幸选择了交换 而不是动手 接好了 许七安弹出三滴金血 幽冥残丝 往前如动一小段距离 迫切地张开嘴 接住许七安射出的金血 美味啊 伴随着舒爽的身 银声 幽冥残松垮的皮肉迅速紧绷 粗糙的皮肤变得细腻 皱纹遍布的脸颊重新紧致 少请 她从垂垂老矣的老妇人 变成了肤白貌美 气质妩媚的妙龄女郎 她望着两个人类 一只狐狸 感慨道 我从远古时代存活至今 即使超凡生命的寿源 绵长无尽 也终究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 超凡境的精血 能修补我日益衰败的气血 她是从远古时期存活至今的神魔血印 许七安听完白鸡的翻译 怦然心动 这时 幽冥残盯着木南枝 轻一声 道 她身上的气息是 三个人 三个人 感谢观看